大家好,我是巴仁 今次開箱速遞就和大家介紹兩部 Tarmac Works Global 64系列 最新推出的Dodge的車款 下面這部是Dodge Van 這部應該是全名是Dodge Rain Van 稍後再說 還有這部更猛 Dodge Viber AC Extreme 最後這部比較白色 這部跟Lamley Group是聯程推出的 其實這兩部我本來打算是星期五推出的 但我想R1129和這兩部車一樣是很喜歡的 我把持不住就先R1129 這兩部車 我知到今天來說是有點遲的 只有一個星期的 但問題是我覺得 沒得不說的 就算有什麼車子再插下來 應該都不會再改檔期的了 因為我這部影片是27號 26號拍的 26號晚拍的 如果就算來到這個星期有什麼 我都試試盡量不改 所以我知道上個星期五 我本來想R30 但是很壞 R1129比較厲害 多99果然都是多99 都是把持不住 開了一個VIPER 其實我在拍影片之前已經忍不住開了一個VAN來看 等一下再說一說 先賣個關子 開了一個VIPER 哇 這隻死人顏色 對 不是啊 派人這顏色好像在FORD那邊見過 是 FORD的Mustang都有用這顏色的 因為Shelby的Mustang是有這顏色的 當然後來Carol Shelby 我記得好像是跟 Krysler那邊有合作關係的 之後有合作過 之後才回到FORD那邊而已 所以說 這顏色是不是也是這樣來呢 我可能這顏色沒有拉層 還有兩條間條 都不是那麼多的 我後面一格都是黃色兩條間條 我出藍色兩條間條 配上白色車身 這東西沒有拉層 於是其實 在街市 在Dodge這邊都可以這樣 就是你可以買一架 Challenger 買一架Challenger 都可以用這隻 花刀 我可以用這東西 我先用它給大家看一看 我一向都說 這個位置有些問題 立即看到 車輪子好像有些裝不正 是可以再進一些 為什麼這樣呢 尾輪子的位置 條胎太大了 好像硬裝不正 但是看到尾 碳纖紋 這東西不是野小的 好 無緣無故 剛才都不覺得有問題 那個攝影師 矮了 矮了 原來腳踏又動了 嘩 再看一看 看見不見什麼字 應該看不到 應該不知道 我都看不到寫什麼 什麼R 它寫什麼R 應該是ACR 應該是ACR 從小到我都看不到 我都覺得 應該是ACR 我有碳纖的 尾板 整個尾板都有碳纖 它去到燈那邊都有 這架都推得動的 不過它有一點歪 我不知道是它的裝備問題 但至少這架我用上網 不是的 有些有摔掉的 起碼最閃眼的毛摔掉了 但這架也是有一點 這些QC也是 差一點 但是 至少它這個價錢 跟它平時 我一向都推得最厲害 都是Hobby 64 Global 64 我沒什麼踩過的 大家都明白了 Global 64系列 我剛才那條毛都推不掉 貼下去了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但起碼這條毛都推不掉 只是推不掉一點 也不要緊 但是這些車真的看到 嘩 肌肉那麼厲害 其實這個位置我看到 如果香港想找差不多 應該是有一架 不知道是AMG GT的 不知道是落場版 還是什麼東西 總之不知道AMG 不知道叫 AMG GT 不知道多少 我忘記名字 香港自有一個橙色的 又不知道被哪個有錢人買了那些 看相片 它就像這裡 它那種頭蓋也是這樣的 總之這裡全部是直的 就沒有分那麼多格 直接推下去中間這個洞 然後再這樣扯進去 我一看 你的頭蓋誇張得像美國車那些 美國那些 最頂級的Mussle Car 即是VIPER VIPER或者CORVET 才會用這種這樣的入氣口 但是那是一架 AMG GT 所以 我又在美國車才會看到這樣的頭蓋 睡頭會這樣做 原來不是 AMG GT 那 這個VIPER 其實這個VIPER的歷史就不算很久 尤其是 Mussle Car 大家都知道 Ford的Mustang Ford的GT 也是有歷史的 GT的名字有歷史 GT40的名字有歷史 Suiperland 就有COVID COVID也是很久的歷史 又是50年代中 到現在 還有生產 亦都很大的轉變 由前置引擎 變成後置引擎 後置引擎 忘記了 去到Dodge Dodge 其實做很多很冷瘋的 高性能車 好像我早幾天在IG都分享過 擁抱Dodge 話說他都終於 頂不住了 要做 接著 到 雪佛蘭都宣佈 Camaro都會停產 但是 在 之前 Dodge 基本上是最神經病的 那間 複雞成千匹 那些 不少都是來自他那邊 最後一架好像是一千匹的 Challenger 之後就不再做 不過 他們也有電動版 但不會像Ford那樣的 電動版Mustang 糟糕 變成COV 他那個Body style 應該跟Postar的車 差不多 那樣子 那樣子 我都不知道 一架 揭背的房車 揭背的房車 就是萬事得路 就是想想 一架Mustang 變成了 揭背的萬事得路 那種感覺 所以Mustang的diehard fans 一律都不會承認 這個車是Mustang Dodge那邊好一點 看過一些照片 Charger 只不過是現在的Charger 接著加一些電動化的元素 就好像 將一架GLA變成EQA 睡頭的鬼面罩 不需要散熱器 我整個鬼面罩封了 起碼看上去都好一點 應該都不會有猶太版 應該是 近這幾年以來 有猶太版的 純種美國車 應該是 只有 CORVET 新世代的CORVET 在香港出現 Dodge那邊 基本上很多車 都沒有做猶太 除了Rain Rain這隻Pickup 在澳洲 是有猶太亞版本的 或者這樣說 我後面也收了 一架 Dodge的Van 這架是新世代 現在現行款賣的 DodgeVan 不過其實是 Fiat的 產品 只是因為Fiat 收購了街市 所以 Rain 系列推出的Van 都變成這樣 其實這架 在意大利 都會找到 找到他的兄弟 香港都有的 香港是有建築公司 有買這些車 如果在香港買一架 你可以在 Ebay 買回一份 Rain的 買回Rain的頭尾章 然後買回這份 鬼面炸 和這份頭 再換中間的 泰盤 就可以在香港 買到一架 猶太的Rain 是不是很聰明呢 但是沒有人會這樣做 因為在香港也不要買 現在你這樣買的人 可能買Spinter 也不會買這些 Spinter 就像是十多 十政府車 但我又想 Spinter 都覺得 多了 覺得是 多了一些 私人的 用家 感覺 比以前 比以前多了 其實 Spinter 都不是說 什麼的 以前是比以前多了 但有些可能 用Spinter 它不是用Rain版本 它是用5.5噸頭的版本 它是用5.5噸頭的版本 就是只有頭 後面裝貨斗那些 就不是Rain版本 好了 先說回真的Rain版本 嘩 嘩 好像很大部 當然是大部 這車 其實這種改裝 我有印象以來 我記得是由日本開始 先 不是美國開始 話說日本的電單車有 就 都集體地喜歡用 Dodge Rain Fan 這隻Rain Fan 改裝了 改裝了 就開始 美國佬也跟著風 所以 他在GTA 好像見過 差不多 多樣的車 沒錯 那部就是 你沒猜錯 真的是 所以 Dodge GTA 也有 少少的 改裝品 給他 只是少少 他少到 我都 費力 我把他改為風窗版本 就算 他有貨Rain 我把他改為風窗版本 連結也是跟著這條連結 這個車其實我是極之期待的 而且他也是 這條還用了一個橡膠的側鏡 更加不怕碰到 那條最滿意的不是車的設計 那種 車的設計很冷門 是很冷門 這是一架 是用來載貨 載人的Rain 你不能夠對他有任何設計上有一個 期望 他就是一個high case 你當一個high case 就行了 雖然他是特首 當他這個 拍攝 應該跟現在的high case 300系 是差不多 美國佬那時候 小尺寸 已經是等於我們 現在的high case 300系 大家都知道 多大部 我想就算你推明精出來 也不會說 對於這個燒情會好很多 始終大家都是習慣了沒有頭 是吧 有頭的我去買 我去買Veto 我想買你嗎 是吧 大家都是幾十萬 你讓我想就是買Veto 又有皮 皮凳好像 不在high case 也有皮凳 但是別人在high case Veto的洞窗很多 還有一顆星 最重要 人家有電索 雖然電索也很容易壞 電級的電索門也很容易壞 但是 始終都有一顆星 正如說實話 那些人經常在這裏 EQAEQB的垃圾 不然它很壞 有顆星 你真的吹不上它 真的沒有顆星 好了 先說回這架 我最贊的是什麼位呢 即是我最贊同的是什麼位呢 是全屏地台 可以這樣說 你看到車後面是沒有拉釘的 換言之它這裡其實是 它是入筍位 如果是入筍位 你看到它是全屏地台 我不知道燈打不打得進來 好像打不進來 不要緊我告訴你 它裡面的東西太過看不到 它是全屏地台 它不只是平面一塊膠 它在這個價錢 它做到這麼多東西 我覺得真是值得買的 如果現在還沒買的話 而你又真的說 其實我也有一點點OK的Van款 這架你不可以錯過 如果你喜歡Van的話 就像我那樣 我本身都是Dodge的 算是Fancy 我一早一定買了 但如果你說不是的 我本身是美國的 如果你說你喜歡Van的話 這架你真的不可以錯過 因為它真的真的做到 全屏地台 你到時真的可以扭開 還有螺絲底 扭開車子放些東西都可以 你固定到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 它真的不差 你真的可以放在全屏地台 是不會特地扔位 就像TLV那樣浪糕的 這架TLV這件事真的要做 價格HIS都是這樣的 是嗎 沒有人 先看看我頭的東西 因為這架Viper你更難看到 裡面的東西 總之你看到有兩架桶椅子 算了 其實我覺得這架東西 交車窗位厚 沒那麼通透 我覺得看上去就 這架頭包比較好 你看到椅子 椅子黑的紋也有做 所以說 整張椅子的紋路也有做出來 所以說 它看到 凸了一點出來的 它的引擎凸出來 因為你知道 美國車一向都用 大一點的引擎 你看到它 是有這樣凸出來 這些設計是現在 不會再看到的 HIS也好像沒有凸那麼多 Vito也有 Vito也有 但是 不會好像這架那麼誇張 大家再看一次 它就凸了整個台出來 不知道觀眾看到嗎 記得凸起了兩點的位置 就是它 RANCE就凸了那麼多出來 HIS其實不是這樣說 Vito好像也有 但Vito凸出來的盤子 它會設計到好像 我故意凸出來給你 中控 你不會覺得它 可能它附身也是這樣走 但是附身波箱也是這樣走 但是美國人說 凸出來凸出來都怎麼樣 它沒有收息 整個車真的很正常 很正常 這架車我所說 金水 這次 兩下Dodge 我兩下都期待 但是我偏心 都是偏心的Van 但是Van好像還沒看到 它出另一隻顏色 我都不記得有沒有 如果有另一隻顏色 除非又是 這次連這隻綠色 這隻綠色都不算頸 但是接下來 可以再出一隻頸 如果不頸 或者一些我喜歡的 它出黃色的話 我一定買 其他顏色我都會考慮 因為這隻Van真的漂亮 是值得支持的 如果說 拜登這隻顏色不對 不緊要 下隻顏色對的話 一定要買 這隻Van真的 我覺得真的做得漂亮 希望未來可以看到更多顏色 或者其他不同的款式 因為這隻Van真的不是開玩笑 因為這款連美國人自己都好像 好像未有 主流的美國牌子 或者近年未有主流的美國牌子做 所以說如果會不會被Termic 做出這樣的改裝版 我想這次拿去美國買 都應該可以 真的賣過不停的 應該是 因為我個人都這麼喜歡這件事 你看你美國佬是不是 照見口晚見面 是不是 更加有感情 就好像等於香港人之 好了 今集就先說這 給大家看多次 這架 Viper 雖然不是推得很順 其實都OK 你按著推就行了 我覺得這架我覺得這架我都搶手是有點失望 因為一個輪子真的要扣分 但整體來說都不算差 不過你說 可能他出黃色我才買 但你說這個Van 我有心理準備覺得他做得不差 不能說有驚喜 因為我本身對他也有些期望 出來是 符合我想像 而且現在是做得好的 未至於驚喜 但做得好 絕對是做得好的 所以說 你說見的 Viper 不知道想怎樣 美國車 一般的 不要緊要買的 車輪 車輪有 都說 擺場景最重要的是通俗 車輪 不是說 你不擺那些 拉拉法 那些 什麼 車輪 不是說不擺 但我個人擺場景最重要的車款 通俗 就是那些車款 你總會有機會在這條街上看到 未必是你住的地方 那條街 可能你去游浮在別人國家那條街會見到的車 我覺得擺這種車才有感覺 你那個場景可以隨時轉的 你買個美式場景回來 就擺車輪有感覺 沒有美國車就一兩輛 擺這輛就有感覺 擺貪 也是貪 你擺個510出來就有感覺 510旅行車 因為它全部是左太版本 又有感覺 你轉個日式場景 你擺一輛日本才有的車輪 你擺在這裏又有感覺 就是這樣來的 我覺得就是這樣 所以就說 擺場景的車 最重要是通俗 是吧 你說 麥當勞場景 你擺一個 拉法 是不是 沒有問題 是不是 你擺一個F40 都沒有問題 但想要什麼 我覺得都是通俗 是吧 那些車輪 大家更加均勻 那一下才有感覺 當然啦 你可以找到一個適合 超級跑車的場景 但是如果對我來說 我的場景 常會有什麼 車房 巴士廠 是吧 巴士廠 我不是擺巴士 不要緊 但是這些 街景 多的 我覺得都是 擺這些車好 除非有一個 看看到時候 都是走的 如果我是街景 我一定會選 通俗的車款 好 今集就說到這裏 下集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